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 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 近期全球最新军事讯息 定了 美军下一代隐身轰炸机B21 将于12月份正式亮相 斯洛文尼亚向乌克兰援助28辆M55S主战坦克 美国通用公司完成F35战机的新一代 变循环发动机测试 即将进入工程和制造阶段 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美军下一代隐身轰炸机B21 将于12月份正式亮相 自2015年B21项目公开指金 美国一直对外界进行着严格的保密 该项目从时间进度来看 美方的进展还是相当顺利的 2022年9月20日 美国空军装备采购部门主管安德鲁亨特宣布 美军下一代隐身轰炸机B21 将于今年12月初首次向公众展示 当天具体的亮相仪式细节 已经处于最后的确定中 这个重磅消息的公布 显然意味着 其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研发工作 即将进入首飞 试飞和调整优化的阶段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表示 今年5月 第一架B21就在42号工厂 完成了一系列地面测试 目前看来 美国空军对B21的保密程度相当之高 诺斯罗普方面 也仅公布了有限的基本概念图 在有关性能方面 仅提及这款轰炸机 具备航程员 全波段低可探测性 更容易部署等优点 而这将是自1988年 11月B2轰炸机首次亮相以来 时隔34年 美国空军首次公开新型轰炸机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在新闻稿中表示 目前有6架B21测试机 正在帕姆达尔工厂组装 目前 B21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今年5月的地面测试 就包括了载荷校准测试 结构完整性测试等一系列测试 B21作为全新一代隐身轰炸机 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发设计 是美军下一代空中战略核打击的核心装备 也是美国保密程度最高的武器研制计划之一 诺斯罗普公司透露 今年12月的亮相仪式将有受邀者参加 一般会是制造飞机的工人和家属 以及五角大楼 美国空军高层等 在1988年11月 机号821066AV1的首架B2原型机 正是帕姆达尔工厂首次亮相 而亮相仪式更准确而言 应该叫做新机下线仪式 因为相关的地面测试 特别是飞机静力试验等还在推进之中 当年的B2首次亮相仪式上 还有一个小插曲 当时这架像大蝙蝠一样的隐形战斗机 从硕大的厂房内推出时 机头朝向嘉宾们 机尾二元红外隐形喷口这种细节 是看不到的 但当时美国著名的航空期刊 航空周刊与空间技术的编辑 偶然的发现 工厂上方竟然没有设立禁飞区 于是直接雇了一架小型飞机 从空中拍到了比尔的全貌 这让美国空军 煞费苦心的保密工作 辅助东流 不知两个多月后 轮到B2-1亮相时 美国空军是否吸取教训 设立禁飞区呢 还是直接大大方方的 让受邀者随便飞无人机拍个勾 其实B2-1项目曾改了好几个名称 最初叫2018轰炸机 后来是NGB及新一代轰炸机 最近的一个增用名则是LRSB 及远程打击轰炸机 直到2016年2月26日 美国空军才正式将代号命名为B2-1 其21世纪的新型轰炸机 在战略轰炸机方面 美国目前现役有75架B52H 62架B1B 以及20架B2 B2的这个数量实话讲有点鸡累 因为B2诞生的唯一目的就是 应对超级大国苏联 在大国冲突中 B52H与B1B 只能作为防区外武器平台使用 本质上与俄罗斯那些老旧突揪物 没什么不同 但突防和生存能力强的B2 总共只有20架 可在短时间内投入作战的更少 仅为9架 讲到这里 观众朋友们应该明白 狐狸军为什么说有点鸡累了 简单而言就是 揍小国犯不着 打大国又不够用 9架B2攻击 领土面积广袤的核大国 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但没办法 实际上B2实在是太贵了 飞行黄金名号可不是白来的 当年美国为了堆起高新技术 在数量和质量上选择后者 然而20架的数量实在太少 如今 美军面临的战略环境大变样 这次可是数量质量全都要 美国以公开的采购计划 就至少会有100架 而在如今的科技水平下 隐身技术成本已经下降很多 因此B21的成本才能低至6亿美元左右 如果能不出意外顺利采购部署 100多架的数量将会把美军 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军事差距 拉开到一个令人绝望的距离 B21还能何尝兼备 将赋予美国空军在任何时间 从美国出发对全球任何目标 实施打击的战略敏捷金 因此 如果12月份B21真能够如期亮相 将绝对是近几十年来 军用战机领域中影响最深远的时间 斯洛文尼亚向乌克兰援助28辆M55S主战坦克 据美联署报道 2022年9月20日 斯洛文尼亚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8辆M55S主战坦克 该计划是斯洛文尼亚总理格洛布 与德国总理舒尔茨所达成的协议 作为原污回报 德国向斯洛文尼亚提供40辆军用运输车 今年4月起 德国提出了一项名为RingTouch的计划 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与德国签署了该计划 根据计划 三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本国曾装备的素质武器 而作为补偿 德国将向三国提供更新的北约装备 其中捷克最先行动向乌克兰提供72辆本国的T72 而德国则提供给捷克14辆鲍2A4主战坦克 波兰向乌克兰提供了240辆本国的T72M12主战坦克 德国则向波兰提供了50辆波兰A4坦克作为交换 这次斯洛文尼亚援助的M55S坦克数量 相比于前面两国较少 目前还不清楚德国会回赠几辆波兰坦克 斯洛文尼亚M55S坦克 是在T55坦克的基础上 由以色列的帮助下进行魔改的产物 M55S在苏质T55的基础上 换成了多种北约型号武器 最主要的升级就是将原先的100毫米火炮 升级成了L7型105毫米线塘炮 还增加了稳向式火控系统 激光测距仪 微光夜视仪 横峰传感器和数字化单道计算机等设备 动力方面更换成了德国蔓延公司的水冷增压柴油机 最大速度可达每小时60公里 除此之外 防护方面也有很大升级 车体手上和炮塔两侧增加了反应装甲 车体两侧还增加了群板 相比于原版T55可以说是脱胎换骨 堪称就凭装心酒的典范 而除了这28辆M55S坦克外 在今年6月底 斯洛文尼亚还向乌克兰移交了 35辆BVPM80步兵战车 该步兵战车是南斯拉夫于1980年投产的步兵战车 从外观上看 M80步兵战车几乎就是苏联BMP1步兵战车的缩小改进型 武器方面换中了20毫米小口径机炮 战斗全重为14吨 最大公路速度每小时64公里 防护能力上采用了同时代流行的铝合金罕切装甲 正面装甲厚度14毫米 可抵御20至23毫米穿甲弹的射击 侧面装甲厚度为9毫米 可防御100毫米距离内的7.62毫米穿甲弹的射击 在本次援助坦克装备后 除了德国外 美国也对斯洛文尼亚的原物行为表达了感激 并承诺将基于斯洛文尼亚财政补助 用于斯洛文尼亚购买新装备 据悉美国补充了金额 将远超这批原物武器的价值 美国通用公司完成F35战机的新一代变循环发动机测试 即将进入工程和制造阶段 2022年9月12日 美国通用公司宣布 已经成功完成F35战机引擎更换计划的最后一次重大测试 即将进入工程和制造阶段 该公司研制的发动机型号为XA100 开创性的采用了全球顶尖的技术 将会为F35和美军未来的第六代战机带来性能的飞跃 XA100发动机的设计与常规的不同 目前现有的发动机 如F35战机正在使用的普惠公司F135引擎 都是采取核心机气流和低压旁通气流实现推力 而XA100发动机则有额外的第三道气流 可以被重新定向 这个气流可以运行在两种模式下 需要燃油效率时增加旁通比就能更省油 需要加速或超音速巡航时 则能将额外的气流引导至核心 以获得更大的功率 这种模式可以在巡航模式下获得更高的燃油效率 或者在更高速模式提高核心机功率 以提供更大的推力 和常见的发动机相比 XA100发动机将推力提高10% 燃油效率提高25% 在整个飞行包线内 发动机性能都非常了不起 其次 XA100的三流架构 实习有非常好的热管理表现 能够超过美国当前对战机引擎的耐久性要求 未来一旦装备于F35战机上 将会大大提升机动性和航程 据通用公司预计 可以将F35航程增加30% 加速度增加20%以上 要知道 对于现代战机而言 提升几个百分点就已经是巨大进步 而F35配备XA100发动机后 动作百分之几十的提升 完全可以看作是新一代战机了 而在美国的下一代战机装备后 配合这款革命性变循环发动机会有什么表现 肯定会颠覆人们的想象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认为B21能否在12月份如期亮相 欢迎将想法打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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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